今天咱们来看一个呈现顶级的学区房 八九十万的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地税只有1.1% 100多栋房子 周围都是商圈 Costco什么的都在附近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学区 Test score是三个九 这个之前基本上是很难排很难排到的 但是现在到了年底 然后有几栋回到市场上 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贷款的利率 现在正在上涨 但是今天是下跌了0.6% 所以市场可能会转灯 然后这个社区里面有三房的 有四房的 有两层的 有三层的 全都是连排 刚才咱们看到的一楼是有一个卧室 还有一个全位的卫生间 加上一个两车位的车库 现在是二层 二层是整个一个厨房 加一个卫生间 加一个阳台 然后旁边有一个大的一个储物间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户型 三楼它是有两间卧室 每间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所以它是三房 3.5个卫生间 这样的一个布局 现在咱们上到了三楼 像两层的 就是比如说一楼是客厅 然后二楼是三个卧室 这种房子呢 对于在洛杉矶比较入门级的 学区房里面是顶级的 也就是说它既是优秀的学区 又是一个绝佳的地段 同时呢 它的价格 而且并不贵 社区里面呢 还有泳池 有SPA池 就是这些设施不算是豪华的 但是呢 该有的它都有了 再加上它之前的学区啊 低价位啊 甚至说周边的大商圈啊 所以整个楼盘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一直很难排到的一个原因 这个呢 不是豪宅 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形容词 就是一个低持有成本 好低端的学区房 更多的呢 大家可以单独问我 或者看我的朋友圈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